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你好 欢迎收看熊财战略 今天大盘是小跌八点 那么指数在这边做个挟幅做震荡 但是趋势还是持续往上没有改变 整个大趋势我们会发现到 整个行情它这个大趋势 一直在往上面做推升 一直在往上面做个推动 我上礼拜已经跟大家讲过 非常清楚 接下来的是总统 美国的总统最高层 他会去影响联准会 联准会他会去影响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会去影响外资的动态 这是一个连环的一个什么 这个模式 所以在这个总统大决之前 美国股市它没有走空的条件 我在上个礼拜已经跟大家讲非常清楚 既然没有走空 那我们就是要选择什么样的标的 要怎么样操作呢 就是我在节目上告诉大家的 就是你要选择能够超越大盘的股票 也就是大盘如果涨一倍 你的股票能够涨三成涨五成涨一倍 很多人都认为说这个大盘在2万点这个地方 陈老师告诉我说他的股票要涨三成 要涨五成要涨一倍 很多人都觉得是一个梦想 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有股票 达到我们的初步的目标了 已经超过了100%了 也就是说今天大盘在震荡 霞浮震荡的过程里面 我们今天五度五关五个灯五灯奖 有五档个股今天供到涨停板 我待会一档一档的 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也就是说你看以前五度五关奖五万 五万块而已 现在五个灯 我们的股票五支涨停板 稍微有一点资金的 光今天大概就赚了50万了 资金比较大比的可能500万以上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到 我就跟大家讲过 我说NVIDIA他从20年前 当黄能勋来台湾的时候 当时股价就一块钱 从九块钱跌到一块钱 都没有人看好 他告诉大家说要买他的股票 因为他的股票会喷出会大涨 市场上没有人相信 为什么没有人相信 九块钱跌到一块钱 跌了八成上 跌了八成了 请问你会相信吗 一支股票跌八成 告诉你后面要喷出要大涨 你会相信吗 你绝对不会相信吗 结果你事后 黄文勋的这两个国 涨了五万多倍 五万多倍 也就是说可能当时有人 可能就买个十张 现在就已经变成千万富翁了 就已经变成千万富翁了 而且是美元 千万富翁 所以你看如果说美国的这个NVIDIA AI的这个重心 它能够涨到五万多倍 那我说我们在台湾一档各物涨了一倍 一倍跟五万多倍 你会觉得一倍是很困难的事情吗 一倍是不可能的事情吗 五万多倍我不敢讲我们台湾 有没有这种股票可以涨到五万多倍 但是我认为一倍一定有 一倍一定有 所以我才跟你讲说 为什么你要做实现三成五成 百分之一百的梦想不是梦 那我会直接做给你看 而且我节目会每天这样子给你呈现 让你了解我们怎么操作的 那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可以赚到三成 是不是可以赚到五成 是不是可以赚到一倍 我会亲自的在节目上告诉你 我们怎么操作的 而且每一档各股都事前跟你预告 而且每一档各股都有抠讯做证明 就是我们家族后面朋友手上持股 而且我每天都告诉我们 持续做多持续做多 一路看好一路做多哪一支股票 对不对哪一支股票 你来自己看这档各股 4月30号的矽光子光盛 我在讲这档各股的时候 当时的矽光子市场上大家不看好 为什么不看好 因为矽光子业绩还没有出来 你去看它的业绩 其实大部分矽光子的股票业绩 都没有出现都没有大好 但是我认为光盛这一档各股 是矽光子里面比较突出 它比较少见的一档股票 我认为它的业绩会出现大爆发 因为当时我已经评估了 美国的四大云端大厂 不管是微软也好 Google也好亚马逊 Meta这四大云端大厂 都要来台湾设什么大型的资料中心 那么大型的资料中心 它除了要AI的伺服器 AI的这所谓的这个机壳 或者散热模组等等之外 我认为它需要快速的传输 这个快速传输就是由电 由光来取代电 所以我认为矽光子这一部分 这个题材会发酵 会发酵 而且我挑了这里面 挑了最好的股票 给我们家族或朋友 因为我讲过 我们要做就是做第一名的股票 因为第一名的股票成长力最高 竞争力最强 这是我们要的标的 我当时跟你讲光盛的时候 讲得很清楚了 毛利46%是不是业界最高的 对不对 是不是整个矽光子 整个所谓的光通讯里面 它毛利是最高的 而且它也拿到了Google的订单 为什么最近它在标 我认为Google来台湾设厂 我认为光盛可能有拿到订单 因为你看它已经 之前在美国 它已经拿到这个美国的 这个在美国设厂的时候 它已经Google已经 跟这个所谓的光盛下订单了 现在Google来台湾 它来台湾设厂 它一定找到熟悉的厂商 所以我认为光盛 极有可能再度抢到Google这个大订单 一抢到 我告诉你业绩就是大爆发 股价一定会大涨 所以你看 我们从4月30号跟你讲过 它的6912新数 是全球最大的供应商 也就是说光盛 你的光盛的新数基本上一般是288 或者是864 这是一般光盛的新数 那新数越高就是传输速度越快 那技术越高 这一家光盛它的6912的新数 是全球最大的供应商 所以我认为这家公司 如果说台湾建立这个所谓的资料中心 光盛绝对是最大的受贿者 所以你看我们在4月30号 带我们家族混合进场买进 买进完以后拉涨停 5月2号再拉涨停 接下来5月6号再涨11块钱 对不对 到5月31号我告诉你 整理完了要开始往上涨 为什么整理完了 因为融资都洗掉了 融资都洗掉了 强势整理完要大涨了 对不对 5月31号 6月3号涨7块半 6月5号开始拉涨停 涨19块钱 6月6号再拉涨停20.5 对不对 6月7号再涨16块半 6月11号再涨8块半 6月14号再涨25块 差一档涨停板 今天6月17号再涨26块半 再差一档涨停板 所以你看光盛这一波上去涨多少 我们从这里4月30号 这个地方是4月30号 一路告诉你我们就做多 一路告诉你我认为它还会涨 一路告诉你我认为它还没有涨完 对不对 结果你就每天这样子看着它这样涨涨涨涨涨 休息一段时间涨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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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 涨到现在115%了 矽光子第一名 对不对 矽光子这么多支股票 只有光盛涨涨超过一倍 那请问同志朋友 我问一下大家 我说我要挑超越大盘的股票给大家 我要超越大盘 我要做到倍速翻 我说我要实现我们家族货人朋友 三成五成100%的梦想 请问一下同志朋友 说到有没有做到 有没有说到做到 涨多少了 看一下我们的口讯 看一下我们的口讯更清楚 6月17号今天 我们这边稍微放大一下 恭喜光盛 644的光盛再度大涨 我们买进的成本在138块左右 目前波段累计获利115% 然后是光通讯涨幅第一名 恭喜获利虚报 对不对 所以当我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怀疑 老师 两大盘已经两万多点了 你跟我讲你的股票会涨三成 会涨五成 会涨一倍 是真的吗 我说你等着看 你等着看 你相不相信 相信的就大赚 我说我不敢讲说 我们的股票要跟NVIDIA一样 NVIDIA一样涨五万倍 我不敢讲 但是我认为涨三成涨五成涨一倍 是很合理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台湾是AI的重心 你要知道台湾是AI的重心 你千万不要妄自菲薄 台湾是AI岛 你知道吗 所有的AI的所谓的供应链 台湾都能够做 除了那个晶片 晶片也是台积电供应 但是你说晶片IC设计这一块 是灰达在做 但其他的台湾都可以做 所以在中美贸易战的情况之下 美国一直在防堵中国的半导体 美国防堵中国的AI 那谁会受惠 我告诉你就是台湾 所以你千万不要轻忽台湾 你为什么会觉得说 怎么台股这样都一直涨 一直涨一直涨都不下来 因为台股的模式 它已经跟美股已经相当于类似 也就是美股 美股有一些股票 它这波可以涨十倍 二十倍百倍以上的股票 我认为台湾以后也会出现 我认为台湾以后也会出现 所以像这种情况之下 我跟你讲说三成五成一倍 根本就不是一个梦想 它根本就是可以实践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会跟大家讲 我说机器人 机器人概念股 机器人我认为它这个题材 它这个还没有发酵结束 连AI的伺服器都已经长那么凶了 机器人才刚刚开始要发动而已 我认为机器人这个产业 至少三五年的这光景 是什么 是不会衰退的 三五年还是一个快速蓬勃的产业 这个是AI的什么机器人手背 这个是机器人的 机器人的什么战争机器人 这个以后都要做的 现在跟你讲 这个一个都还没做出来 但是未来都要做出来 所以这里面不管是机器人的头脑 机器人的视觉 机器人的听觉 机器人的这个所谓的身体 四肢 这个台湾后面都会开始做切入 台湾有这个条件 所以我跟你讲说机器人没有走完 所以你看这一波 像云银有没有 我们在5月15号 带领我们家族互员朋友做进场动作 我说它产业有转机 什么转机 转到机器人这一部分 5月15号 5月15号我们带领我们家族 互员朋友进场 5月16号洗盘 告诉你这个在洗盘 在前部高原洗盘 洗完盘以后还要再往上 到5月28号拉了几根掌停板 一路上我们就告诉我们家族互员友 续报 对不对 还会在涨 还会在大涨 好 涨8层之后 涨8层之后拉回做休息 我告诉你拉回到这个缺口 到这个缺口区附近 我认为这个地方叙事再发 6月12号告诉你 今天6月17号拉涨底 对不对 但你来看 看我们的口讯 坤云2365的坤云 本坡先涨八成 涨多回党之后 跌幅已接近到满足 今日转强 波段持股续报 对不对 你要记得 我们这个口讯 是发在这个轰天雷上面的 这个不是跟一般投雇的 那个资讯不一样 一般投雇的那种讯息 它是就是一张白纸 然后打几张电脑 电脑字上去 说什么地方买进 什么地方赚多少钱 我们这个是要 尽管会要被查的 所以我们这个口讯 是不能做假的 你知道吗 那其他人的口讯 是用纸一张纸写上去的 那个东西我不知道 真的还假的 那包括像机器人 你看 一灯我跟你讲 机器人概念股 对不对 辉达授权的代理商 6月12号进场买进 现买现赚掌停板 这是我们的证据 这都是轰天雷 这的话写给 这个东西都是要给 经管会备查的 不能乱写的 好 6月12号进场涨停板 对不对 6月13号再拉涨停 6月14号三天赚了25% 另外一档个股 兵台 一样6月12号进场买进 对不对 回档1分之1买进 然后6月12号你看 我们现买现赚涨停 对不对 这是6月12号的抠讯 3379兵台 对不对 涨停我们现买现赚涨停 此股续报 6月12号在这里 所以6月12号我买进了两档新的 这个金星人概念股 一档是冰台 一档是易登 那冰台你看 6月12号拉涨停 对不对 6月12号现买现赚涨停 6月13号 再拉涨停 对不对 今天6月17号 再拉涨停 所以你说钱 是不是一直这样滚进来 一直这样滚进来 我就跟大家讲过 说我们家族或朋友 觉得很幸福 觉得很开心 因为他不需要烦恼股票的事情 他只要把股票的事情交给我来做就好了 跟着我们这样抠讯做 那你看我的抠讯 今天是6月17号涨停板 6月17号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稍微放大一下 3379冰台涨停 机器人概念股 累计获利三根涨停板 事故虚报 所以你有什么烦恼呢 所以我刚才讲说 所有的烦恼 涨停板就可以把他人解决 你今天会烦恼 是因为你的股票没有涨停 你今天会烦恼 是因为你股票没有大涨 今天如果你的股票涨停板 今天如果你的股票大涨超过一倍 我请问同志朋友 你还要什么烦恼 你跟我讲你还要什么烦恼 所以你能够体会 我们家族会的朋友的心情吗 你能够体会了吗 没有烦恼 我们只是在想说 看我们能够多赚多少钱 赚越多当然是最好 对不对 包括像你看 我跟大家讲说这档个股 6706的惠特 我告诉你即将转亏为盈 624号跟你讲 627号开始拉 即拉大涨 对不对 621号开始拉涨停 621号再大涨5块3 623号再大涨1块2 跟你讲我持续看好 对不对 624号再涨4块6 627号再拉涨停 看一下我们的口序 627号 恭喜6706的惠特涨停 我们成本72左右 目前累积获利44% 获利428 几根涨停板了 我的股票今天几根涨停板了 你算好了吗 这全部都是有证据的 而且我们的抠讯不是 我刚刚跟你讲 我们的抠讯不是像一般 头顾老师是把一张白纸拿出来 用电脑子打 电脑子体这样打上去 我们这都是要 都是要给政管会 金管会备查的 其他人我不知道怎么讲 其他人怎么做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就是真凭实据 几根涨停板了 已经四只股票涨停板 不止吧 三根涨 已经三个股票涨停板 我们再看 接下来再看 这档个股 4 5 6 6 10 我上礼拜已经给大家 看了我们的这个录影带了 对不对 所以重播录影带 我就不需要再播了 好 6 6 6号我们做进场 做动作 做买进 好 我告诉你 这档个股票会倍数成长 对不对 6 6 6号买进完后拉涨停 6 6 7号再涨1块1 对不对 6 6 11号拉回持续看好 所以我告诉你 不是每天跟你讲涨停板 我们股票有时候涨多也会拉回 但是拉回 我持续看好 拉回持续进场 拉回持续做多 好 这是6 6 11号 好 6 12号再拉上去涨2块9 对不对 6 14号拉涨停了 对不对 然后我6 14号跟大家讲什么 我告诉你这三个字 在 嘎 空 容卷卷支比74% 在 嘎 空 还会再涨 好 你看今天这6 14号 对不对 你看今天早盘我们6 17号的抠讯 你看这个地方稍微放大一下 45 6 6 10说 空单不补就还会在嘎空上涨 我们持股续报 9点4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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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9点47分在什么地方 9点47分在这个地方 空单还不补 不补再上去 再涨的 上礼拜已经跟你讲过了 还会再往上嘎 这个行情就是嘎空手 嘎空头 嘎空单 我上礼拜不是跟你讲了吗 外资都被嘎翻了 外资被嘎爆了你知道 外资那个放空起火 嘎到爆 对不对 外资是在乱搞 所以连外资都被嘎爆 所以很多投资本现在一直空手 所以你被嘎空手 被嘎空手还好 因为至少你没有放空 有些投资本你看这个时数 卷资比高达76%了 上礼拜五又去放空 一堆人又放空了 已经76%了 我告诉你 如果今天再很多人放空的话 他只要卷资比就要超过 只要一超过80% 我告诉你讲 他可能明天就直接跳空涨顶 让你连补都不用补 为什么 因为这家公司获利大爆发 我上礼拜不跟你讲过了吗 我说你去放空 那业绩很差的股票 我说我可以理解 为什么要放空 这种业绩很好的股票呢 你反明就送钱给人家 送钱给谁 不好意思 送给我们家族或我们朋友 我也不是故意要嘎你的 因为我真的看好他 对不对 好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 今天涨停就对了 你看我们今天股票又涨停了 然后这边放大一下 四五六六十硕果然再度嘎空大涨 攻上涨停板 99块四毛钱 持股获利续保 所以你看我们的股票 几根涨停板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 恭喜我们会员朋友资产再创新高 赶安回馈 我告诉你 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 你就会看到你的股票 你就会看到你的持股 今天涨停 明天涨停 后天又涨停 每天都有涨停板 几乎数不完的涨停板 而且每一档个股都是真实操作 所以你一半 老师帮你出一半 好好赶快把握这个机会 跟上我们的脚步 不要再错过这一波 会让你大赚的行情 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回到现场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凝湿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运达投顾陈老师 恭喜会员资产再创新高 感恩回馈 资产再创新高 感恩回馈 明半老师帮您出一半 请您马上来电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陈老师 专长研究核心竞争成长力 主力不能说的秘密 专注成长不同反响 赢家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陈老师 恭喜会员资产再创新高 感恩回馈 资产再创新高 感恩回馈 您一半老师帮您出一半 请您马上来电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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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通过 真心照顾 迟动了 看见行人行进路口 准备穿越道路时 汽机车应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哦 很慢耶 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 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 不管同向转弯或执行交叉 预行人过马路 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 汽机车行进依法 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暂停让行人先过 最高可处六千元以下罚还 停让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内证部警证署关心您 好 上礼拜我跟大家讲说 缺电哪些股票会受贿 你看AI吃掉你的电 外媒仅是台湾缺电 华人勋成功故事能说下去吗 所以我告诉你 这是个很大的隐忧哦 台湾缺电隐忧成为全球问题 足以影响全球半导体的产业发展 全球晶片业一大变数 外媒说台湾缺电 所以我跟大家讲 台湾这种缺电 政策上一定会想办法 产业上一定会想办法 所以我跟大家讲说 这档个股公司转型到 基电的结构性改变 带动利润率往上突破以往 而且它已经接到台电的 除人订单了 它不是四电 它也不是什么华城 那个都已经大涨过了 我要跟你讲的是人家不知道的 来看一下这档个股 362的洋华 上礼拜带我们家族朋友 先进场不过买进 买进我来供掌庭 6月17号今天再供掌庭 看我们的扣讯 恭喜362洋华 上周一进场先赚掌庭 今天再供掌庭 获利虚报 所以同学朋友 好好把握跟上我的脚步 跟着我们一起赚掌庭 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投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的祖先很轻轻 漫行修行都没打算 细细啪啪的炖起来放 五个时钟 一块菜簿也能配杀的 期待不一样 古早味现在往我们推荐传 因为祖光在肥顶 所以我们一切就要去趟 不然让你吃传统 还要让你吃健康 如果开了 都往后刷复后 一会儿不得胆 今天才会开了 祝你投资 运达头顾陈老师 恭喜会员资产再创新高 感恩回馈 资产再创新高 感恩回馈 您一半老师帮您出一半 请您马上来电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陈老师 专场研究核心竞争成长力 主力不能说的秘密 专注成长不同反响 赢家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陈老师 恭喜会员资产再创新高 感恩回馈 资产再创新高 感恩回馈 您一半老师帮您出一半 请您马上来电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